第三題問說下面哪一個 無法符合孟德爾的遺傳定律 我們一一看 A選一下 一個染色體上只有一個基因 太好啦 如果一條染色體上只有一個基因 那這個基因跟另外一個基因 一定位於不同染色體上面 那就會是獨立自由的 就會符合他的第二遺傳定律 獨立分配率 所以A是對的 如果每一條染色體只有一個基因 就沒有連鎖 沒有連鎖 完全符合孟德爾的自由配合率 A是正確的 那等位基因位於同源染色體 什麼意思呢 同源染色體是成對的 我們的所謂的控制一個 性狀的成對的遺傳因子 就位在這個同源染色體上 例如這叫做大A 這叫大B 這叫小A好了 那這不就符合孟德的 第一遺傳定律囉 第一遺傳定律講什麼呢 第一遺傳定律說 控制一個性狀的遺傳因子 是成對的 成對的 而如果你現在說這個等位基因 位於同源染色體上 那就是成對的囉 而這成對的同源染色體上 成對的等位基因 就控制了這個性狀 所以B 也就符合孟德的 第一遺傳定律 控制一個性狀是成對的 那C選項呢 不同性 控制不同性狀的基因 位於同一條染色體上 哇 就糟糕了 大A跟小B連鎖 小A跟大B連鎖 那你這樣子遺傳過程中 當你得到大A的時候 同時就連到小B 你得到小A的時候 同時得到大B 這叫做不維護 不維獨立世界 而是連鎖關係 所以這題呢 C錯了 它違反了第二遺傳定律的自由配合率 所以答案是C 無法符合孟德 好 珠選項同源染色體形成解除分裂過程中 會互相分離 這不就是第一遺傳定律分裂率的重要內容嗎 成對的遺傳因子在形成配置時會互相分離 所以珠符合第一遺傳定律分裂率 好 以上多這個單選第三題 答案為什麼是珠 它不符合孟德的觀點 好 這是單選第三